王世华佐伊,在开山岛上和伦殖民兵,一起向国旗敬礼。 新华社记者李小舍,写在前面王继才,宋岳才,江开逼,是习主席2019年新年贺词中特别提到的闪亮的名字,习主席在贺词中指出,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,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。 四人已逝,夜市的新人,战友,却在2018年最后一天感受到浓浓的暖意。 他们说,当听到这些闪亮的名字,我们感到温暖与融光。 王继才的妻子王世华,把国旗呼好把小岛守好,徐天中国国防报记者蔡晓峰,习主席在新年贺词里,又提到老王了,明天是元旦,你们一定要准时升旗。 2018年的最后一天,开山岛直白民兵刘文金接到王世华的电话,电话这头,刘文金听到哽咽声,我应该在岛上和他们一起升国旗。 王世华挂断电话后,对儿子王志博说,元旦前夕,王志博特意将母亲接到南京一起过节。 12月31日晚,一家人收看习主席的新年贺词时,意外听到王继才的名字,看着手机里父亲的照片,王志博那眼心中的激动,爸爸,您听到了吗? 习主席在新年贺词里,专门提到您了,我们为您自豪。 在2019年新年第一天,央视新闻联播栏目,以同声音念旗共爱一个国为题,报道了祖国各地,在元旦当日举行升国旗仪式的情景。 开山岛的升国旗仪式,也登上了新闻联播,看到电视画面上,先热的五星红旗,在开山岛上空敲扬,王世华被感欣慰。 他说,老王走了,但我要继承他的遗志,在开山岛继续守下去,我要和一匹匹前来轮值的民兵一起,把老王的首岛精神传承好,发扬好,把国旗护好,把小岛守好。 让开山岛上的五星红旗,踊跃高高飘扬。退役军人宋岳才的生前战友,正当努力奔跑的追梦人,中国国防报记者乔振友。 2018年12月31日晚,海军某部工程师黄玉成,打开手机视频,收看习主席发表的2019年新年贺词。 在视频播放到七分多钟时,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宋岳才,从意外到感动。 黄玉成没有想到,习主席竟然在新年贺词中,专门提到战友的名字,当听到习主席饱含深情地说, 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,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时,他经不住湿了眼眶,也许在别人眼中,宋岳才只是报纸上的一个名字。 可是对我而言,他是曾和我并肩战斗过数百个日夜的战友,是指导过我训练,学习的领导,是我一生学习的导让,我感动,祖国从未忘记过他,我光荣,英雄得到了国家的尊崇,我将他这英雄足迹继续前进。 黄玉成说,不仅是黄玉成,习主席的新年贺词,在宋岳才生前所在部队和他曾经工作的单位,也引发强烈反响,贺词虽短,意味深长,习主席能在短短的贺词中,提到宋岳才,江开兵等老兵的名字,俗见他对卫国坚屈英雄的尊崇,我们学习英雄,不能停留在海口号上,而要以英雄为榜让。 习党报国,愤发有为,宋岳才生前带过的兵,海金某部以及军事长宋良生告诉记者,在该部,有些新入伍的战士,在聆听习主席的新年贺词后,向党组织地交入党申请书,要是要向劣势学习,做让习主席放心的新时代革命金人,英雄的事迹需要铭记,英雄未尽的事业,更需要我们接力完成。 宋岳才生前的同事,试验平台保障部党总支书记刘仁凯说,习主席对宋岳才英雄事迹的赞许,也是对我们退役军人的鼓舞和鞭策。 我们要追随英雄的足迹,继承英雄的遗志,传承英雄的精神,投身到国家重点试验平台建设中,正当努力奔跑的追梦人。 退役军人江开宾的妻子吴春莹,带着习主席的关爱好好生活,交涉了中国国防报记者周人。 新年第一天,常得虽天寒地冻,但越是江开宾的妻子吴春莹,心里却暖暖的。 时一时许,吴春莹准点守候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新闻直播间栏目,再次聆听习主席的新年贺词。 因为习主席在贺词中特别提到的闪亮的名字中,就有他的丈夫江开宾。 2018年12月31日晚,吴春莹在手机视频中,第一次收看习主席发表的2019年新年贺词。 当听到丈夫江开宾的名字时,吴春莹不禁亲戚擦拭眼角的泪水,满眼心中的激动,开宾啊。 你的名字出现在了习主席的新年贺词里,我为你骄傲,追梦人的脚步,总是铿锵而宣定。 常得新分区第一时间通过电视、广播、网络等代替,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新年贺词。 特别是围绕色词中,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,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,展开热烈讨论。 适应行民兵班长陈灿表示,我们要将江开宾危急时刻挺身而出,勇往直前的精神化作戏链奋有争先的动力。 党和国家给了丈夫江开宾这么高的荣誉,我和女儿都感到特别欣慰。 我们要带着这份关爱,好好生活。 吴春莹说,习主席的新年贺词,犹如温暖人心的新年序曲,给我的内心注入了力量。 环球网军事1月9日报道,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8日报道,土耳其总统发言人义卜拉辛卡林表示,土耳其如果在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,将知会美国,但不会征求美方同意。 此前卡林作为土耳其代表团成员,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部闻博尔顿,就美军撤出叙利亚的问题举行了会谈。 卡林对记者说,美方发表声明称,国方在不通知他们的情况下,开展行动是错误的。 国方随时准备通知、协调,但不会征求任何人的同意。 特朗普也没有安排博尔顿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会晤,卡林说,没有安排这一会晤。 当然,博尔顿有关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的言论,激起了我方的反应,但将埃尔多安部与博尔顿会晤,视为这一反应是错误的。 埃尔多安此前表示,土军准备向右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YPG发起军事行动。 但他12月1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决定推迟在叙利亚的行动,而特朗普在电话会谈后做出了重续撤军的决定。 早前博尔顿表示,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期限,取决于蓄境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,谈与武装分子被消灭的情况,以及库尔德自卫队的安全情况。 他表示,美国会坚决保护华盛顿盟友库尔德自卫队,免遭土耳其的军事打击。 埃尔多安称,这一言论不可接受。 一言论是60多公里外的点号赶来,便让他先就诊。 最近,小徐时常感到腹痛,无力,坐地医院诊断为一线炎。 但吃药之后,病情却不见好转。 小徐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。 薄高平边查看化验何必抄结果,边仔细询问小徐近期饮食及生活情况。 40多年的行医经验告诉他,小徐并非身患一线炎,而是肠义机综合征。 三天来,薄高平接诊的患者中,这种情况占了很大比例。 薄高平是此次空军特色医学中心,组建的医学服务队的一员,为给边关官兵,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。 这支队伍还集中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74飞影像专家张婉石, 骨科专家武技,儿科专家徐华,眼科专家王恩普等明星专家, 特别的关爱送给身处特殊站位的官兵。 在青藏高原,因高海拔渲氧导致睡眠质量低, 事业发高原官兵心脑、神经等系统疾病的主要原因。 两个月前,该中心知名睡眠专家高和带领30人服务队挺进高原, 开展临床研究和诊疗服务。 前不久,该中心及保民主任带队健康寻诊, 13天跑变五第八线,完成寻诊23个站点, 服务4000多名官兵的超级任务。 一榜边关,晴暖寒冬,某基地连队干部小白半年前体检时, 一超结果显示其干部有一处占卫性病变,一次血管流, 需到上百公里外的驻地医院做CP检查,进一步确诊。 但一路途远,疾病信念任务中,小白一直没抽出时间复查。 这次,该中心送来一台最新型国产螺旋CT机, 张婉石为小白做了检查。 结果微凉性,月片灯下,张婉石深入浅出的一番讲解, 让小白紧锁的眉头慢慢疏掌开来,为方便官兵复查。 这台CT机就此落户该基地医院, 同时送来的还有高清电子肠胃镜, 非接触是演员仪,整流标记物检测仪, 开心监护仪等11件套,总价值300多万人的先进诊疗仪器。 此外,该中心还精心显派临床,服诊及设备专家, 把经验、技术,传售给别人艰苦地区的医护骨干。 该中心还主动与别人艰苦地区部队,签订人才培养协议。 目前已接收近200名基层医护人员,到北京进修培训, 持续与别人艰苦地区部队协作贡献。 卫习科研,医护人员,打造医研服务基地, 人才培养基地,和红色教育基地。 赵建墙,飞机降落,图片由解放医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提供。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店,戴新,成成,陈爱平,伴随着巨大轰鸣声。 一架民用AW139直升机,18日21时20分, 平稳降落在解放医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南院区疾诊大楼前。 一名辗转千里而来的重度重毒工人被紧急收治。 这是国内通过经营融合方式,首次实现让架直升机接力转运的患者。 目前,正面患者已脱离危险期,生命体征平稳,意识比较清醒。 失利及其他健康状况,正在进一步恢复中。 18日15时左右,这个中心原重毒救治科主任休泽武, 接到内蒙古巴尔奥尔市医院急诊科的求助变化。 这个是某化工厂工人蓝某,阴甲纯中毒,病情危急。 西立即由巴尔奥尔市医院,转运至北京抢救。 由于在外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,开车时间长,道路情况不明。 目前正在联系直升机转运,在中心交集等待的救援人员和装备。 图片由解放新总医院医务医学中心提供。 休泽武接到电话后,一边紧急安排科室准备救护设备,一边将情况迅速上报。 这个中心迅速启动令吉保障预案,并积极协调华冰天星通航集团,加进审批航线。 考虑到8月冒乱是被禽的贝尔429直升机续航队,相关单位与中心人间后,决定双击接力被禽机,将患者先送到包头。 再由从北京飞去的中型机,将患者运回中心,转运患者。 图片由解放新总医院医务医学中心提供。 在这个中心,搭载患者的直升机刚落地。 早早等候在这里的医务人员,迅速将患者转往重症监护室抢救。 立即对其开展血妙毒物检测,核头颅核瓷,胸部CP检查,并进行多学科备诊。 同时对患者采取补充维生素,维持水电解质平衡,及营养知识等治疗。 有效减轻中输神经损伤,避免后遗症的产生。 专家诊治患者,陈爱萍社,这个中心原重毒救治科,是国内规模最大,设备最全,收治中毒病种最前的专业性科室。 是国内核化救援重点建设学科,前进中毒救治中心,和前进日一化五毒商救治中心,年收治中毒患者1500余例。 参加61次重大化学中毒应急救援医学保障任务,修治成功率达国内领先水平。 近年来,这个中心与首都地区999-120建立金尼融合航空救援协作机制,在商情对接、航线协调等方面,实现了无缝连接。 目前。